我要先回来讲这个人口数比较这边 这个区域别 因为如果你今天是在中央单位的话 你会在意的是全国的变化 所以有时候你会选到全国 也就是全选 那当然你也可以一个一个选 一个一个选 一个一个去看 那怎么样把全选 在交叉分析筛选器的选项里面 把它增加进去 因为这里面的选项就是22个限市别 增加全选的方式 首先选到交叉分析筛选器 接下来格式交叉分析筛选器设定 交叉分析筛选器设定 然后选取的项目 请把这个全选打开 那通常 通常假设你今天 你要连选建议 建议把这个按控制键进行多重选 把它给关掉 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这样子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当你要选他你就点 当你再点一次就是不选他 好 可是这边是不是刚刚多了这个全选 所以在这里全选 那建议 毕竟到时候这个图表的操作 我建议你不要做这么小 不要做这么小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字稍微再做大一点 所以我现在就要稍微考考你们一下 你觉得 你觉得这个区域别里面这些县市名称 它是不是应该是直的控制 对不对 好我现在就点直 然后把它字稍微再放大一点 就是不要为难自己 然后把那个县市名称稍微放大一点 所以比较好比较好选那个框框 好今天把你动手来做一下